这个尺寸呢 当然 第一个你要去思考怎么画 首先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画一个矩形 那矩形的话就80乘80 那另外呢 可以画一个对角线 那因为它的距离是20嘛 所以你可以偏移左右的10嘛 对不对 偏移之后的话 再把不需要的线段删除就可以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这个改成黑色的 好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在这边 80 先x 小老鼠 第一点的话00嘛 第二点的话就80 80 然后 斗点 80 斗点80 ENTER 好了 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 在这个地方做对角线 把对角线连在一起 对角线连对角线 然后空白线结束 再按一下 第一次是结束 第二次重复再画这个直线 等于是空白键两次 那这个再按空白键结束 接下来用偏移 偏移多少 10 ENTER 10 ENTER 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 偏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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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把他修剪掉 修剪完之后呢 就是我们要的那个形状 那最后呢 那个对角线部分呢 就 它是辅助线 所以这两条辅助线呢 就delete掉就好了 那最后呢 再修剪里面的部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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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剩下这个矩形 那中间的矩形怎么做出来 特别注意呢 这个矩形 它的起点应该是在哪里呢 它的起点是在 这个往下 有没有 那这个 这个点往这边 所以呢 所谓双追点就是我追这一点的垂直 那这一点的什么呢 水平 就会追到一个 一个这个点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矩形的起点 那我们矩形的终点在哪里呢 这个的水平 这个的垂直 就会碰到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追点 那这样子的方式就所谓的双追点 双追点 那我们先按矩形 矩形的话 我们起点从这边往下 特别注意哦 往下之后有没有 你会发现 那个端点呢 往下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垂直的线段 虚线出来 那你垂直之后跟着这条线之后 再往右 碰到这一点有没有 再往左 这时候呢 就会产生所谓的双追点 有没有 双追点就是两个点都要出现哦 两个点都一定要出现 这样子才表示说呢 我们点下去的位置就会刚好在 垂直跟水平的那个点上面 就会刚好是正确的点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点点下去 好 起点就有了 起点 再来呢 我们过来之后的话呢 再去追这个的水平 所以水平线过来之后 再来往下 碰到这一点 这个是端点 碰到这个是端点 它会有一个垂直线 所以呢 垂直线往上 那这个时候不行 这时候 这别只有 其实这很容易被破坏掉 而且很多线段会干扰它 所以呢 你就 第一个先过来 水平有了 对不对 那再来就垂直 垂直就这个点 这个点往上 好 往上 好 这样子 有没有 两条虚线出来的话呢 就可以点下去 一定是两个 纵向跟水平的这个点下去才会是正确的 那你不能这样 这样就错了 一定要是上下 这样 很奇怪 这个 他刚刚不是有个小叉吗 应该是这个端点 往上 然后再来往这个方向 过来 这样 有没有 两个都要出来 有了 有两个都出来 对不对 这样才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 可能要揣摩一下 这个双锥点有时候 真的要 你对滑鼠一定要很细 因为你也不能用那很烂的滑鼠 那个很烂的滑鼠 你可能追不到那个点 你就真的快抓矿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点抓出来了 就是所谓的双锥点 双锥点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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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